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立法院已经表决多项莱猪进口 以及全民实案相关法令和行政命令 以多数暴力碾压民意 国民党中央党部在28号上午 结合22县市议会党团 反莱猪拼公投护石安 举办全国同步记者会 要政府重视民意 反莱猪要公投 反莱猪要公投 国民党28号上午串联 全台22县市议会党团 同步召开反莱猪拼公投护石安记者会 强烈抗议24号立法院下多数绿委 表决通过多项莱猪进口法案 将展开沟头行动捍卫人民权益 不分党派其实民意很重要 不一定以立法院多数的一个通过 就表示说所有通通通命 还有很多很多需要了达他的意见 发出他的声音 我们所有的乡亲百姓 那我们希望来要来做个公投的这个动作 在公投举行的话 就可以足足给我们所有的百姓 来发出声音让他们意见 桃源市议会议长除了呼吁民众一起支持反莱猪拼公投成案 同时也表达只有政党立场 罔顾民意的民意代表是不适任的 那我们在每一个区 我们每一个议员都会有一个 这个反莱猪要健康 我们要公投的一个联署站 到时候再拜托我们所有乡亲长辈 大家一起站出来 我希望就是说 身为一个民意代表 维护我们国人的身体健康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我想再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以市民的健康为基准来考量 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的民意代表是不适任的 桃源市议会已经三读通过食安自治条例 规范全市使用肉类瘦肉精灵检出 议员们也呼吁市长硬起来捍卫桃源的食安 桃源市议会已经开了全国的第一枪 三读通过修订食安自治条例 加以规范全市贩卖的牛鸡猪等工人使用的肉类 不得检出异体受体素 那为者最高华十万人 我们希望桃源市政市长 能不为中央的压力 出面体制捍卫我们桃源市 食安自治条例 国民党串联全台党团与党部 全力推动护食安公投二接连数 呼吁民众一起站出来 拒绝莱猪守护食安 记者赖尾一桃源报道 圣诞佳节来临 立法委员赵正宇 为了帮助地方独居长辈 弱势家庭以及需要协助的对象 欢度佳节 特别举办传爱送暖圣诞长者围炉 并且邀请地方独居长辈 以及弱势族群一起围炉庆祝 借此让爱的暖流 进入社会的每个角落 此也让我们赵委员 赵委员能争取很多很多的预算 立法委员赵正宇身穿围裙 端出一道道的美味佳肴 并为华山基金会的长辈们上菜 今年因为受新冠肺炎影响 公益团体也连带受到冲击 对此立法委员赵正宇 透过邀请独居长辈维如 也让长辈肖开怀 我每次都有上 我每次都亲自为他们上菜 这个是对长辈的一个尊重 让他们很开心 大家都跟我很熟悉 让大家很高兴 而且可以趁这个机会 看看他们长辈 很久都没看到他们 这是非常重要 那我每年都有办冬日就议 已经将近快20年 那今年还是一样举办 立法委员赵正宇多年来积极 落实社会公益 为了帮助地方独居长辈 落实家庭及需要帮助的对象 因此特别在圣诞节期间 举办传爱送暖圣诞长者围炉 并透过精彩的表演 要一起欢度圣诞节 他每次要围炉都没有办法 那因为经费不够吧 那反正因为大部分都是送年菜而已 一份年菜这样子而已 那他们感觉 那他有跟我讲 就以前几年前就跟我提说 他们很想办围炉 但是都没有经费 然后我想 今年虽然疫情期间 这个赞助人会比较少 但是我和我们的团队 还有我们太太 是找了很多三星人 我自己也出很多 然后办这个 那个我们的餐会 让我们圣诞节 这一天前夕 让这些独居的长者 还有一些弱势团体 他们有感觉一个 围炉的感觉 过一个圣诞节 也可以暖暖胃 这次立法委员赵振宇 透过跟华山基金会合作 并邀请地方独居长辈 以及弱势族群 一起围炉庆祝 不仅要让长辈 品尝健康美味的佳肴 同时也让爱的暖流 流入社会的每个角落 记者温州君 淘宝到 随着圣诞节的到来 桃园市的许多学校 纷纷在圣诞节期间 举办系列活动 其中 龟山区的长庚国小 透过设置雪花泡泡机 将圣诞装饰 以及感恩卡片挂在树上 藉此让学生 在充满感恩和有趣的 环境下成长 走进龟山区的长庚国小 一大早校门口就传出优美的音乐旋律 而这精彩的表演都是弦乐团学生为圣诞节所演奏的主曲 长庚国小透过举办一系列圣诞活动 希望要让师生一起欢度佳节 今天一大早的时候 我们家长会的会长成员 带着代表 我们在校门口发放防疫的口罩给孩子们 取代之前发糖果 这样的一个圣诞礼物 那在弦乐团的小朋友 也在校门口演奏圣诞族曲 来欢迎找到的师生们 那在下课的时候 我们家长会特别组装了八台雪花泡泡机 在校园的角落做操作 让整个校园的角落飘落着雪花跟泡泡 下课终生一响 长庚国小的校园内便下起大雪 让学生玩得不亦乐乎 长庚国小为了让学生体验北国风情的感觉 因此透过设置雪花泡泡机 并将圣诞装试及感恩卡片挂在树上 也让学生指乎很好玩 很好玩 就是头发会很多白色的 就是这样 回家绝对要洗头这么多泡沫 然后就很好玩 就让我们有不一样的体验 可以体验到下雪的感觉 长庚国小透过在圣诞节期间 将整所学校布置成浓浓英语圣诞风情的校园 不仅配合防疫 在校门口赠送造型口罩 同时也让全校师生以趣味化的方式体验学习 藉此让学生在充满感恩与有趣的环境下成长 记者文中军谈不道 汉林民俗儿童说唱艺术团 为了让民众重温传统的相声以及鼠来堡 特别前往龟山区的陷光二村 表演一连串的民俗歌曲 对此艺术团也希望能够借由说唱表演 带领民众了解中华传统的说唱文化 小朋友高亢的赏音唱的是一首首经典的民俗歌曲 这些小朋友有的才小学三年级 但唱起上升却一点也不马虎 而这次汉林民俗儿童说唱艺术团 特别来到陷光二村 要透过民俗表演带领民众 依然传统的说唱文化 我觉得唱上升很有趣啊 可以给别人开心 蛮好玩的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我们来表演一下 大家听起来挺熟 又不是十分熟悉的一些曲种 像这里面相声 大家喜欢喜闻乐见 我们还有鼠来宝 我们还有太平歌词 我们有主板快书 甚至于有北方的小曲小调 还有一些快板书的一些延长的内容 可以说是还蛮五味俱全的 汉林民俗儿童说唱艺术团 成立资金已有超过三十年的时间 平时都会前往全台各地表演说唱 而这次艺术团不仅要表演向升级鼠来报 同时还有北方的小曲小调等等 而这一连串的表演 也让来到仙光二村的民众直呼很有趣 我觉得很特别 对于这个他所表演的东西 当然我们以前比较少接触到 所以他这样子讲我就觉得他很有文化 我觉得就是很开心在仙光二村 能够举办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可以这样体验 因为平常是没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这样的说场艺术 我第一次看现场的说场 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有讲到很多不同省份的方言 然后也觉得现场看的那种感觉就是跟荧幕看的蛮不一样的 然后就觉得这个文化现在还可以持续 觉得还蛮好的 这次汉林民俗儿童缩唱艺术团的表演 虽然只有短短两小时 但民众看完后都觉得十分有趣 而艺术团也希望能借由缩唱表演 让全台各地的民众都能更了解中华传统的缩唱艺术 生态绿化一直是许多社区经营的重点 为在巴德区的广新社区设立一座去玩农场 里头种植着各式各样的蔬菜 长者在面对工作和退休的转换阶段 休闲活动扮演重要的角色 透过去玩农场为长者提供新的时间表 重新建立和其他社区居民的社会新关系 也能促进心理健康 生态绿化一直是许多社区经营的重点 为在巴德区的广新社区设立一座去玩农场 里头种植着各式各样的蔬菜 还建置爱新水池 让水循环利用 种植后的成果也会用在社区共餐 让民众一起响应低碳永续家园 我们的这个不是种蔬菜而已 还有一些花草树木 那我们的长辈每天来到这边 会来看看欣赏花草 还有芭芭草 还有最主要也要运动运动 那这个也有让他们有心灵疗愈的这个功能 那我们的这个布置呢 会慢慢的增加一些这个花或者是植物 让这个变成一个不是一个农场 去玩农场每天都有安排职身负责照顾蔬菜 也有一些热心的民众会帮忙除草 为了让长辈在种植蔬菜时更轻松 特别将种植容器架高 如此一来就不需要弯腰才能工作 透过社区居民共同参与提升认同感 我们农场的工作就是说 每个礼拜来的话 我们有固定的班次 然后每个班次的话 负责除草 然后再来就是做一些洒水 然后我们这些菜的话 种类会教导我们怎么做做法这样子 设计有空间 然后利用空间来种设一些菜 然后有空心菜 然后还有蔬瓜 那个什么 很多菜 我们都是自愿来菜园管理 社区长辈们参与休闲活动 对心理健康有正面帮助 面对工作和退休的转换阶段 休闲活动扮演重要角色 透过去玩农场 为长者提供新的时间表 重新建立与其他社区居民的社会新关系 也能促进心理健康 记者尤嘉宇桃园报道 对于有关 现在目前沸沸扬扬在讨论莱猪的问题 我们这次桃园市 已经订定了这个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 每猪每牛的部分 我们现在是不得检出任何的乙薪受体素 来保障我们桃园市所有的市民的健康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 桃园越来越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